國民黨推選總統的機制 大家認為說國民黨 侯友宜的這個支持度這麼高 所以呢一定會辦初選 三月份會辦初選 我不認為會辦初選 國民黨唯一只辦過一次的初選 就是為了韓國瑜那一次辦 2020年其他都不是初選 其他都是什麼黨員連署 我都連署過嘛 那時候只要哪個人想選總統 就會到黨部來找你連署 你幫我找30個找50個 因為好像要找個萬把個人吧 一兩萬個人連署才行 所以黨員連署是第一步 你黨員連署過關以後 還有第二步就是那個民調 那個民調不是全民調 是國民黨黨員 百分之多少的民調 然後一般民眾多少 然後你的民調出來 要超過30% 你才有報名的資格 如果你這兩關沒有過 他連報名就給你戳掉 所以侯友宜第一關會不會過 黨員連署會不會過 是個問號 這是侯友宜 我講侯友宜 最難衝過的就是黨員 因為大家覺得 他看起來就沒有很藍 所以這些要這些藍的黨員 你真的會出來連署的黨員 會是一般那個 那種就是我 我今天想加入國民黨就加入 不是一定是深藍 對政治極有興趣才會加入連署 所以這些人很難幫侯友連署 所以注意的光用這一招 就可以卡他 可是侯友宜還有備案 侯友宜去找郭台銘去談 大家注意到 他們的關鍵的密碼是什麼 就是互告訴對方 你選我就不選 大家有沒有記得這一點 是侯跟郭達成的共識 只要你選我就不選 所以朱立倫也聽到了這個利多 就是說侯友宜出來選的機率 按照我剛剛講的 國民黨要用這種機制讓侯友宜出來 不容易 那國民黨原則上三月份會開放報名 但是不會走全民調 你要走黨的機制 這是國民黨的機制 那麼如果侯不能出來選 怎麼辦呢 朱立倫如果他的風起了 就自己上船 就自己上轎子 我就來做 我就來做 如果風沒有起 朱立倫的狀況還是很差 怎麼辦 有備案 因為郭台銘說過 侯選他就不選 那郭選侯就不選 叫郭台銘出來配盧秀燕 這才是最好的招 郭盧配才是最好的招 因為你剛剛友宏講的非常有道理 不可能兩個直辣式的 兩個六都都出來 兩都出來選 那以後國民黨不要混了 可是盧秀燕配郭台銘 這是比較容易下得起 因為盧秀燕具有女性的溫暖 郭台銘具有男子漢的霸氣 然後再加上朱立倫 那種運籌帷幄 精算師的個性 有何不可 所以很多人說 搞不好 朱立倫這次會排到 不分區的第一名 這不是別人講 這是趙少康的夢幻藍 讓朱立倫當第一名 其實朱立倫心裡想 你讓我當不分區的第一名 我也會接受 因為今年 今年他評估完之後 2024國民黨的立委選舉 是情勢大號 所以說朱立倫最難搞的一個 除了不分區以外 還有各區域立委的 那個爭破頭 擠破頭的那種狀況 可是朱立倫只要把 總統的問題搞定 他只要把總統的問題搞定 我不選 我推郭台銘加 盧秀燕出來選 侯友宜擺平 因為郭台銘一選 侯友宜就不選了 那再配上盧秀燕 我朱立倫也不選 我占不分區第一名 然後我開始 瞧地方的區域立委 這步棋是朱立倫 目前心中最合適的一步棋 所以誰說朱立倫 非自己選不可 他不要去當一個 被人家下的棋 他當個下棋者 所以他一直在講 我是總教練 我是指導他們打球的人 總教練的旗下的好 總教練的戰術運用得當 就能夠得勝 為什麼 那你認為朱立倫不想當總統 不是的 因為朱立倫比起 2018的吳敦義 他年輕 他可以等四年 所以我說朱立倫 這所有的 所有的這些計畫 都在他精算師的計畫之內 所以他才會跟侯友宜講 侯友宜把新北市的市政做好 蔣萬安好好選立委 為什麼 蔣萬安真正的誘因是在哪裡 是在下一次台中市長 他才不是要選新北市長 他只要選下一次台中市長 所以朱立倫精算的個性 把侯友宜 盧秀燕 郭台銘 還有這個江啟成 他們心中最想要的 朱立倫都抓住了 當你知道他要什麼 這個棋就好下 好 那現在侯友宜說 還有跟郭台銘見面 那柯文哲說我也有啊 好 請教小玉姐 那你看柯文哲最近很多動作 年後還說我也要訪問美國 朱立倫也說他也是 但最近大家說蔡壁如呢 蔡壁如被放到哪裡去 是不是感情好像若即若離的感覺 你剛剛講到大家都要訪美 朱立倫不只 除了柯文哲之外 朱立倫不只要訪美還要訪日 所以你不覺得就是柯文哲訪美 然後朱立倫要訪日這件事情 其實都是在侯侯友宜 沒有國際觀這件事情 對 所以一筆之下 我有國際觀當總統的 你除了要好好做事情之外 你當然還有國際觀 所以我認為就是說柯文哲跟朱立倫 其實都在盤算這一點 就要出訪然後墊高自己的國際觀 那回過頭來你看柯文哲最近 確實做了很多佈局 他除了積極出訪之外 他用了一個周台族 去做他民眾黨的秘書長 事實上民眾黨秘書長 我剛剛有問過 他那個錢滿多的 他是比照市府秘書長的薪水 一個月有十幾萬 那他用周台族 我知道說他其實沒有那麼想用周台族 因為第一個周台族 他對黨務系統完全不熟 他沒有選過局 他沒有選舉過 他對民眾黨其實也沒那麼熟 他就是從市府的時候 是跟著柯文哲 可是周台族唯一的優點 是他對社外事務很熟 因為他是那個大使 外交出身的 所以他用他最主要是要 幫他的這個國際牌來鋪路 所以他用周台族 那其實用周台族 還有一個很大的理由 是因為柯文哲找沒人 講白天都找沒人 他去問了很多人 就我了解問了很多人 他甚至問了離開民眾黨的人 就問你們要不要回來 結果沒有人要回來 所以他到最後真的沒有牌了 所以他才去用周台族 偏偏他又不想用蔡壁如 他真的是 就是怕蔡壁如回鍋 蔡壁如有兩個點 因為第一個點 蔡壁如的排他性很強 他如果用了蔡壁如回民眾黨的話 哇那很多人都 找你一個回來 其他人都走了 是他也知道 蔡壁如排他性很強這一點 那第二個當然是說 他最近跟蔡壁如關係 確實是很緊張 但是我還是用相愛相殺 這四個字 用這兩個人的關係 為什麼他們最近關係很緊張 第一個就是說 就是大家就確實說得對 就是柯文哲的鋪排裡面 所有的人事主管 都沒有蔡壁如 大家以為 蔡壁如至少你會接秘書長的角色 但是沒有 他最後用了周台族 那就我了解是說 柯文哲想要蔡壁如 去幫他南部打天下 去拓展南部的市場 因為這次民眾黨的議員 南部幾乎全軍覆沒 他希望蔡壁如去南部 可是蔡壁如不想 他覺得說你叫我去南部 就等於發胖 發配邊疆 所以蔡壁如不要 所以兩個人關係又很緊張 那加上黨團的黨團 也沒給他位子 所以現在我只能說用相愛相殺 但是 但是我還是要做個結論 我覺得柯文哲 到最後沒有人的狀況之下 因為現在外界其實是看追周台族的 還有人跟我打賭說 周台族撐不過三個月 因為他其實在市府的人員並沒有那麼好 而且他有點關價值 雖然他的那個專業能力很強 這個是無庸置疑 可是就是說他有一些問題在 所以大家會覺得說 他跟民眾黨的那個黨性不會合的 有人跟我打賭說 他撐不過三個月 那最後還是在沒有人狀況之下 蔡壁如是不是會回鍋 因為我不覺得說他們兩個會走到 蔡壁如會翻臉到柯黑 像林樹輝那種柯黑 我不覺得 因為以我對他們的觀察 蔡壁如畢生願望 還是希望蔡總統 還是希望柯文哲可以當總統 所以蔡壁如不會轉柯黑的 只是說 現在他們關係緊張是確實 那以柯文哲 他現在要選總統的狀況之下 他現在又成立兩個制 又成立兩個基金會了 你說實在 你基金會 你已經有智庫了 你幹嘛還要再成立 什麼新姑商基金會 那你跟你另外一個基金會 不是就是又重疊 被重疊 所以你看他 積極成立基金會的狀況之下 他到最後沒有人了 沒有人在幫他做寫滴子了 沒有人在做寫滴子 寫滴子到最後 還是會回答身邊所用 好 但請教小玉姐 因為我們看最近的報導 一直說蔡壁如很可憐 沒有位置 到底蔡壁如他最想去哪個位置 柯文哲乾脆給他好了嗎 那我就跟你講秘書長 你講什麼位置 那就是黨的秘書長的位置 他想要黨秘書長這個位置 我剛才講蔡壁如最想要立委的位置 他沒有想要辭 沒有想要辭 但是後來是因為大局為重 高鴻安不就被切割掉了 對啊 所以他現在沒有的情況之下 他還是 因為你只有黨的秘書長位置 你才可以去超辭黨務 坦白講 你以柯文哲跟蔡壁如的關係 他旁邊沒有人狀況之下 你到最後蔡壁如還是會回來 所以我認為蔡壁如回來只是遲早自己 只是他們要怎麼樣化解關係緊張 這個我覺得還是需要一點時間 所以請教明顯議員 這個化解緊張還有機會嗎 因為現在有黨內事務人說 兩個人關係忽遠忽近 其實蔡壁如現在很多人說 會不會被列入柯文哲進辦的成員呢 但後來發現也沒有 因為他們說只要蔡壁如一進去的話 其他人可能就都跑了 所以這也是蔡壁如下一步的角色 一直沒有定位的原因 那蔡壁如對於柯文哲 如果真的要選2024的話 有所幫助重要嗎 剛剛小玉講說蔡壁如有沒有可能接秘書長 我覺得如果他接秘書長的話 因為柯文哲拿到總統大選的門票 就是說他要不要用那張門票 當然是其次 可是我認為他的動作包括訪美 大概就鋪排 大概就說準備要參選了 所以他相較於其他人的優勢 他有一張門票 這張門票你可以講說 在政治上它是五價 你用金錢上去衡量 是無法衡量的 那如果假設說要政黨整合 譬如說藍白有沒有合作的空間 像類似之前國金這樣做整合 那秘書長就很重要 如果秘書長是周財族 周財族過去外交系統的 他有沒有政黨協商整合的經驗 有沒有話把他看的經驗 好像不夠 火候不足 那如果是蔡壁如來的話 可能會更慘 因為依照蔡壁如的個性 那麼強勢 如果真的藍白之間在做整合的話 到底說要怎麼去相信他 如果講一講出去 又跟媒體講怎麼樣 我覺得容易破功 所以蔡壁如你說 到底說媒體一直在幫他安排說 沒位置要去哪裡 我覺得會不會很多都 他自己放話出來 他想要哪一個位置是不是 對啦 所以他跟柯文哲 照理是怎麼樣 過去他們畢竟有革命情感 我認為說 至少柯文哲 目前要選大選的 大概時間訪美之後 我認為之後就會宣佈 大概就是時間 大概就這麼安排 可能五六月 大概就會宣佈了 他早就宣佈了 他沒有停 我覺得甚至他至少 就是說柯文哲 現在少的是一個聲量 那接下來他活動怎麼去做安排 然後至於說蔡壁如的位置 我認為不會是在他的 在他的那個 目前的規劃裡面 至少不是台前 擺到檯面上讓他定了 我覺得如果有需要 也是放在幕後